这边来看一下狼队对断机器的第一局下半场 宠爱这边的女鬼 这把的话穷者野人拉拉队员并换加园丁 这个也是机器比较常见的一套阵容 他们的一个就认为还是特别 或者是打女鬼特别喜欢一套野人的 这套阵容要去跟宠爱保平呢 主要看什么 主要看这波双薄命 因为这边野人薄命 病患薄命 双薄命 能不能这边的话追18 追18要闷一个薄命 18这边手里面钩子还剩下一个 60秒 密码机修了一台机子的话 因为稍微有点干扰 所以说这个机子不够快 但是18这边的三沟浇碗拉到墓地 对于宠爱来讲 他这边如果说击倒的慢一点 这密码机干扰不到 这个局闷是闷了个薄命 然后这个病患呢也没有26 这应该不敢翻 但好像感觉球员这边也能接受 一个拉拉队员 一个园丁 一个野人 这个残局 这波闪现可能要交了 过来很果断 闪现交掉 一分30秒将近的一个季导 人挂上 这个节奏是可以算做什么的 算做这边女鬼的一个宝瓶真胜 但也就宝瓶真胜了 而且真胜面我觉得还没有特别高 因为不具备四人开门战的能力 也没有什么打架能力 这波的话可以卡死就 不就应该不会 应该是卡死 野人这边的话 这个时间点过来肯定是卡死的 宠爱这边的话 要赶紧逼 野人这边是交冲刺 进墓地 香拖也拖 这波回吗 这波回不就托你了吗 感觉刚才打两刀 也有存在感的呀 这波回速 是一个怕人偷 有这种可能性吗 怕人来偷一波 当时已经过半了 这里草哥的野人的一个走位很细节 这野人好难受啊 这野人用个词来形容叫如梗在喉 对于女鬼来讲 真的跟卡着喉咙一样难受 超难受的 追追双岛 追双岛 看一眼野人 要追要追要追 要不然赢不了啊 追 野人啊 如梗菜喉 我要把这根鱼刺给拔掉 拔 拔掉 对 好 那这样的话挂飞一个挂野人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这波双岛打上呢 宠爱一面就打出来了 想一想 机子的话 现在 嗯 这个机子差了一台 一台的两桃行这边过来救一波人 如果说救下来野人有二六 我觉得这波宠爱可能不会去管这个椅子了 他更多的应该是去外面打 最好呢 找机会秒一个人 然后压住遗产级 这样的话就赢了 他如果选择守的话呢 因为这个野人是具备二六能力的 圆丁这边顶盾来救人 还可以做一个无伤 无伤救人以后扛个 刀 呃 那只能秒圆丁了 抓野人不合适吧 哎砸了块板子 难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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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宠爱刚才我是觉得 倒是往外打会不好一点 但打外往外打嘛 这边也不是一个路人局啊 是一个四黑 是可以爆的 先抓圆丁再说吧 手里面底牌待会可以切传送的 他虚他他如果说要真胜啊 你如果说单纯的宝瓶真胜呢 这样子打手这个椅子可以 但想要真胜的话真的得传 呃过来压一手 对这边挂过来以后压压拉拉队员的密码机 81的机子 这台机子穷者外面一定得重新修啊 野人这里的话重新修一台吧 哎打一刀好舒服 这一波抓到机会了压到这台遗产机 并且这边的外面两个人全是残血 看一眼位置 没看到野人回头回头 回头 踹机子了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给大家讲 就是这个野人得在外面重新起一台机子的 现在再起就有点晚了 现在再起就有点晚了 回溯过来 只要守住这个圆丁 把圆丁挂飞 这局三针四 对于机器的群人来讲呢 我觉得就当时的一个决策点吧 还有一点就宠爱这边的话确实比较惊啊 他看到这台机子以后挂过来 打了一刀这个拉拉队员 追到了这一刀 追到这一刀太关键了 现在看能不能四了 这个局要真四 他需要打出一个自棋 所以这局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是5分59秒 我预测这个局能打到多少呢 能打到8分10秒左右 就他可能还需要打个两三分钟 就8分10秒到9分钟 就会有8分半吧 差不多 他还需要打不少时间的 虽然两个人都是半选 但还要拖很久 他手里面的话呢 技能是失常 能拖蛮久的 我感觉8分10秒都有点缩少了 感觉能打到9分钟以后啊 慢慢磨吧 肯定有肯定把他们给磨没了的 这个应该是大概率的四抓 大概率的一个四抓 野人这边修精慢 我先追拉拉队员 好流畅好流畅 流畅流畅流畅 阿提奥 阿提奥你加速就要完了是吧 加速就要完了 加速就要完了 到我了 我了 我 哎 哎 哎 转转转 还有个加速 哇 还有个翻窗加速 虾哥这里玩的可以啊 哎 拖的有点久了 那只能挂了 那只能挂了 这波挂的话 哎 挂的话好像8分10秒可以了呀 本来显像当中是这边 拉拉队员没有能扛这么久的 没有能扛这么久的话呢 这个局其实 更多的还是要去 逼出自己 然后慢慢拉扯的 挂赏挂赏挂赏 放下 哎 放下不好吧 这么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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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人 哎 我天 不是 挂了野人 骑猪要跳地窖 好像也没那么容易吧 毕竟追了这个拉拉队员太久了 那现在你你不是还得不挂不挂不挂赶过去 我要 击倒你这个野人 野人七猪拉开 拉拉队员这边是能教自己的 怎么办呢 那那只能先击倒野人 哎 回头 回头 再打一个时间差 打一个时间差 来不来得及啊 三抓了 嗯 照理来说 其实 这波不挂 还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他追这个拉拉队员花的时间 有点太久了 五分跟两分的差距 其实还是挺大的 这把宠爱 其实还蛮亏的 还蛮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